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讲到体育 我是从小就热爱体育 体育的拥护者 我对体育是终身的 而且由衷的支持 我认为体育活动 政府应该宽列必要的经费 然后应该给体育选手好的鼓励 不但获胜的你要鼓励 不但他在现役的时候你要鼓励 第二个呢 我们发展体育一定要落实到继承 就是总统前高代万高代要做的工作 运动每一项都对 身体健康有帮助 所以发展体育就是发展国力 国家一定要重视体育 体育 体能体力的强壮 也是壮大台湾的一部分 所以总统说 他对国家发展的目标 三个肯定嘛 第一个就是壮大台湾 连结亚太 布局全球 你体力不好 你必须壮大台湾 要壮大台湾先壮大体育 好不好 好 先壮大体育 把体力壮大起来 体能壮大起来 体力壮大起来 这就是壮大台湾的第一步 所以壮大台湾先壮大体力 让我们全国从第一线的地方到中央 大家都有最大的努力来发展 所以我要跟各位报告 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 台湾有能力 有实力 也有愿望 有决心 大力的发展体育 请大家一起努力来把台湾发展起体育 我再重务一次 壮大台湾先壮大体力 祝大家健康快乐 谢谢